第141章 秦家的刺头是大小剑 赶来犯 试试好了 这屁腻霸气的做派 看得鸡人军事一阵 你 你倒是大口气 谢氏被他的眼神一瞥 心里直犯处 二婶怕是忘了 我刚才所说 我乃玄门中人 二婶 我给你一个忠告 您得罪小人和贵人 也莫得罪道士 尤其是道法高深的那种 不然 道士能有树众 就能叫你倒霉 甚至叫你祖宗子孙 都倒霉的手段 而你查都查不出来 得罪道士 人家往你家祖坟搞点阴私 你全家都得跟着玩犊子 当然了 他不会做这些损应得的手脚 但赵家先动手 他对其做一些小乘小剑 天道也不会罚他 毕竟因果百在那 动 谢氏心里却是猛的一跳 看了过去 顿时想到自己这阵子的倒霉 也是了 难道他从中做了什么诡异手脚 而自己不知 秦刘夕笑得一脸无害 眼神忧深 是我做的 你倒是查出来啊 秦老太太 却是想着刚才她的那话 诞生问道 这么说 你是觉得这些年 秦家并无比诱于你了 母亲 希儿不是这个意思 王氏连忙打圆场 秦老太太一个眼神腻过来 我问的是她 王氏抿着唇 越发担忧地看着秦刘夕 谢氏瞧了 有些幸灾乐祸 秦刘夕却是半点不惧老太太的怒色 道 无可否认 我姓秦 确实也占着这姓氏身份 带来的几分便利和安逸 可祖母这般问我 那孙女反问祖母 您觉得呢 我是全指望了秦家庇佑 才活成这般模样我 祖母可知 一个五岁的孩子 离家离父母家人独自生活 但凡赤元老道不靠谱 或者是个招摇撞骗的假神棍 我又会如何 赤元老道 真是我好徒儿 可以得一手好师父 屋子里 气氛一下子有几分剑拔弩张 希儿 你一个做晚辈的 怎么跟祖母说话的 还不快道歉 王氏站了起来 避着秦老太太疯狂地打眼色 这个刺头 可快别火上烧油了 要是老太太有个好歹 一个不孝的名声 就得落在她身上了 秦流息陷了 有些无趣 站起来欠了欠身 道 孙女之错 秦老太太看她那副态度 越发觉得来气 声音也冷了几分 道 我们怕是当不起的 毕竟秦家亏欠了你 您这也没说错 说亏欠 是对的 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孩子早就在睡梦中走了 你 秦老太太气得直喘息 希儿 你退下 王氏喝了一句 旋即跪了下来 母亲 这丫头 自小莫受过我们教导 全是媳妇的不是 回头我定好好训她 您千万别生气 秦流息看王氏跪下 为她说话 一时愣住了 出去 秦老太太指着她 秦流息去了屈膝 再抬头看着脸色铁青的老太太 道 是我口出狂言 祖母别气了 你们也不必想着给赵家赔礼 赵家敢对秦家 使绊子出阴招 那他们也只会倒霉 不过 我想 他们怕是会自顾不暇了 那个女人 也不知是赵家什么人 可那样的面相 肯定是招大麻烦的 若是待在赵家 那可真是有一出好戏了 秦流息说完就退了出去 王氏也顾不得什么 起身给秦老太太倒茶 谢氏已是上前给老太太顺气 一边道 大嫂确实要好好教导秦儿了 野心这么大 连祖母都敢忤逆顶撞 传出去 都该说咱们家姑娘不笑了 王氏瞥她一眼 只对老太太说道 母亲 秦儿怕是也有一番定论 你也知赤园关主是有几分准信的 道法也深 这丫头跟了她十年 只怕也是学到几分本领的 怕不是当真事不算出 那赵家有什么不好的事 秦老太太哼了一声 学到什么先不说 那大气性倒是学了个十足 刺得很 我看谁都管不到她头上去 王氏有些尴尬 秦老太太也不想为难她 道 赵家是蒙家的狗 即便咱们上门赔礼 只怕也只会继续刁难 以讨好蒙贵妃 算了 咱们这阵子也不在外行走 便先搁一边 只有一点 今日这事也提点了我 此后在外行走 要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脾气 莫要轻易得罪人 她说着 还给谢氏投去了警告的眼神 谢氏 今日不同往日 再还像以往行事 吃亏的也只有咱们自己 所以 您退一步 莫争一分 都传下去 让孩子们明白这个理 秦老太太神色有些违密 这就是身份阶层转变 而带来的巨大落差 是 王氏和谢氏都硬了下来 秦老太太摆摆手 让他们都退下 不必陪我用膳了 回去你们自己的院里吧 两人又行了礼 退了下去 秦老太太歪在大营枕上 对丁嬷嬷道 你也看到了 她对秦家哪有归属感 心里是有怨的 脾气可是带着呢 丁嬷嬷嘴巴发苦 只能劝道 老奴倒听过一句话 这有脾气的 也有大本事呢 我看大小姐 也是能压得住脾气的人 只要没踩着她的底线 秦老太太喝的一声 又叹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 一只脚都踏进了棺材里 才遭了这样的糟心事 要看赵家那起子 小人的脸色行事 老天真 嗨嗨 您快别说了 可气不得 丁嬷嬷连忙帮她顺气 道 每个家族都有个刺头 您就当咱们秦家的刺头 是大小姐就是了 秦老太太听了 咳得眼泪 都涌出来 也不知是气的 还是因为别的 院外 秦琉溪用脚尖点着地面 眼角余光扫到王氏他们出来 便看了过来 谢氏哼了一声 镜子走了 王氏则问 起疯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傻站着 等您 秦琉溪道 走吧 王氏往前走 秦琉溪迟疑了一下 跟了上去 问出自己疑惑的事 母亲刚才 为何要为了我跪在地上 跟祖母赔罪 您大可不必这么做的 王氏脚步一顿 转过头来 看秦琉溪一脸不解的样子 说道 纵然我不是你亲生母亲 可也是你嫡母 你既然记在我名下 那就是我的女儿了 俗话说 养不教 父之过 我们没教到好你 那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错 自然要替你承担 第142章 李当维护你 我们替你承担 秦琉溪有些呆愣地看着王氏 胸腔处 有一股陌生的感觉 说不出是什么 酸酸长长的 很是陌生的情感 母亲是说 我错了 她抿着唇问 哪里错了 说事实也错 王氏看她像一只小狗似的 无措茫然 同样有些呆愣 又叹了一声 秦琉溪五岁离家 两人仅有的相处 也就是五岁之前 那几年 自己夭折一子 心如枯狗 好在又得了一个儿子 生怕她也像长子那样没了 整日患得患失的 难免对她过多看顾 倒忽略了 只比次子大三岁的秦琉溪 说起来 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相处的时光和感情 秦琉溪不懂的情感 自己何尝懂太多 这孩子在沉稳冷静 也始终只是个刚急机 靠自己摸索着长大的孩子 王氏上前 拉了秦琉溪的手 与她一道往自己院子走去 道 说你错了 道不尽然 你只是豁达自在惯了 无人灌输 你这种世俗的孝仪规矩 仙 我关你平日行事 悬门中人 理应不会受世俗太多约束 潇洒自如 无拘无束 可在大方 开国高祖 以孝治国 世俗中 尤其是世家里 孝依规矩 是极重要的 就如刚才你顶撞祖母 传出去 也是会引起诟病的 不孝这样的名头 是谁都不敢担的 哪怕她身居高位 也断不敢被冠上不孝的渔名 秦琉溪莫然 她不孝了吗 你刚才与你祖母所言 你或许是对的 可你想默想过 你祖母 你是上了年纪 身上也不是 万一她被你气出个好歹 人不好 或是绝过去了 你还能摆脱这不孝的渔名 秦琉溪立即道 母亲且放心 我是道医 我医术很好的 就是被气着了 我也不会让她出事 王氏一夜 你说的 我竟有些无言以对 秦琉溪又笑 不过母亲肯如此维护我 刘溪领明这个情了 她退开一步 郑重地向王氏施了一礼 王氏道 仙 你不必如此客套 你记住 你是我们掌房的嫡长女 维护你 是我这个嫡母该做的 你很好 这些年 却是我们亏欠你了 罢了 有些情感强求不得 此后日子还涨 慢慢来吧 那个 赵家那边当真不用管 王氏想到他所说的 道 使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蛇之者 以存身也 其实低头也没有多难堪的 能屈能伸 方为大丈夫 行事不比人强 低头也没示摸不对的 最重要的还是保全一家子 等着来日曙光 赵家还不配 秦琉溪冷亨 道 母亲听我的就是 也不必拒他 不过 你想去哪就去哪 有人欺上来了 找我便是 王氏失笑 你这语气 倒跟那山大王似的 秦琉溪醋眉 我是说认真的 好 王氏道 那今晚一出用膳吧 纯儿这两天 也念叨你来着 嗯 正好看看 他的字写得如何 刚放下毛笔的秦明纯 才伸了个懒腰 忽感觉后背发寒 不好 有杀气 第143章 秦家长女貌若无言 夜幕降临 万家灯火起起 位于黎江边上 其中一处三进的宅院 灯火通明 里边却是人生寂寥 长空 你确定要住在这 齐千看着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男子问 虽说此处环境清幽 可到底小了些 玉长空并莫回头 道 不过是暂且落脚栖身的住处 我也不许身边太多人跟随伺候 一处小院 足够了 可是 再说 我一个眼瞎的废人 住哪还不都一样 玉长空声音浅淡又凉薄 齐千亿夜 道 不求大师 肯定会把你这眼疾治好 玉长空并莫接话 肆无太多期待 反正我也懒得去瑜伽准备的别院主 就祝你这了 明日便与你一道上清平观 齐千道 玉长空终于转过头来 眼皮微微抽搐 垂下眼瞼 道 你确定是来办事的 意思是 怎这抹闲 还要陪他上道观球衣 齐千的脸一热 道 不过是小事 不足未提 玉长空不说话了 彼时 齐千被硬北叫走 四方拿了一件披风出来 给玉长空披上 道 公子 起风了 不如进屋吧 玉长空道 外边这司竹声会彻夜不散吗 四方顺着他的视线看出去 司竹声若有若无 便道 前方有两处画坊 应该会挺晚吧 公子可是嫌吵了 我让前叔 另外寻一处宅子 不必了 不散也好 不然这长夜漫漫 不知如何熬过去 公子 四方有些心酸 玉长空转身进屋 道 而且 想来也诛不久 四方心头一堵 跟了上去 齐千正听着火狼回禀 调查得来的情报 也是巧了 就在我们入城时 那秦家人就和赵家的人起了冲突 赵家 齐千端查的动作一顿 就是黎成同志赵平 他是蒙家三奶奶的表兄 这赵家 算是蒙家的党语了 要说今日这事 还是那赵家无礼在先 火狼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 怎么说 今日入城时 这秦大太太 也就是秦伯红的嫡妻 听说是和秦二太太 去无相寺拜佛回城 也是正常排队入城 这赵家的马车 就撞上来了 赵家马车里的 还不是赵家人 而是赵同志的小姨子 郑氏 是来探望赵夫人的 那小郑氏 是个骄横跋扈的 又从赵家仆从里 得知了秦大太太 他们的身份 哪怕秦家太太退让了 仍是不依不饶 非要他们磕头认错 齐千听到这里 脸上就露出嫌恶之色 道 狗诈人士 赵同志 不过是那蒙三奶奶的表兄 与蒙家沾亲带故 连带着她的殷亲家眷 也都嚣张起来了 蒙家这可真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是啊 世人都是跟红顶白 不过一个赵同志的小姨子 就能把人欺辱如私 若是其他官更大的党羽 也不知何等威风 火狼也叹 赵同志才多大的官 不过无品 他的小姨子 都能这样仗着他来七行八额 那么 其他在位更高的官员呢 齐千点着茶杯的花纹 心想 这大概只是冰山一角了 蒙贵妃得宠 连带着蒙家 也都风光起来 他那一派的 只怕也一样 齐千心中厌恶 戳了一口茶 他虽看不上蒙氏一派 以女色妖宠 可却也不敢说圣上昏庸 这秦家呢 秦家回离城后 一直闭门不出 十分低调 今日是第一回出城 敬香拜佛 却不想就遇上了 和秦家不合的赵家党派 秦家得罪了赵家 又是一屋子的老弱妇孺 只怕以后再离城 也难以立足 火狼回道 此外 秦家寺是想要拜访丁老太太 正好是咱们秋节前 在驿站遇着丁家人那个时间 齐千历时了然 只怕是那丁家特意避开了 不然那丁老太太 偏偏就那会儿上周府过秋节呢 怕着和秦家来往了 而被蒙家记恨吧 强倒人推 事态炎凉 秦家被超没了家产 如今这老宅又都只是女眷老弱 他们以什么为生 齐千又问 火狼变道 秦家虽是抄家来得突然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出京之时 总会有人私下接济一点 不过日子过得辛苦些罢了 火因他们查到 秦家在隔壁县买了些凉田 挂在老宅总管的名下 此外 那被送家休憩回来的秦家大姑奶奶 也在饭庄寻了个活计 家中女眷多是做真指女红换银钱 齐千道 除去流放的男丁 秦家如今都还有什么人 掌房秦伯红 有两子一女 掌子刚满十二 也跟着流放了 可这掌女 火狼说着顿了一下 齐千看了过去 怎么了 火狼脑中闪过什么 快得让他抓不住 便摇了摇头道 这掌房掌女有些奇怪 听说自小就因为身体不好 寄养在老宅 秦家人回来之前 他自己在老宅里 跟着仆人过活 身居简出 一直没接回京 也仙少陷于人前 独自一人 齐千也觉得有些怪异 火狼点头 火鹰到末查出什么 只知秦家 有女寄养在老宅 身体和八字 都不是很好 齐千讥讽 那秦家也未免太狠心了些 把个小姑娘 丢在老宅过活 还说养身体 是推他送死吧 毕竟是内围的事 火鹰也莫深究 其实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 其余世家 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事 秦家这姑娘 好像还是个数出 她若不是身体八字的问题 那就是貌若无言 或是有什么缺陷了 不过 这也亏得是年纪小就送来了 若是半大的姑娘 那就更遭人诟病和乱传了 火狼雨带唏嘘 貌若无言的 不求大师摸了摸一张帅脸 呸了一口 眼瘸是病 得志 齐千一没 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无非是说 若是半大的姑娘被送离 怕是遇了什么不好的事 与名声有损吧 世俗的眼光是可怕的 规矩森严的世家 更重视女子名声 齐千脑中 有灵光一闪而过 问 那秦伯红的长女归名是什么 第144章 色令至婚 乍听得齐千问人家归名 火狼不免嘴角一抽 有些无语 怨不得自家主子 还是个独身汉呢 哪有这样大刺刺问姑娘归名的 郡王 姑娘的归名 岂会随便告知他人 大多是小名或家中 排行喊着 不过秦家小辈 不管男女 均是以名字被命名 齐千歐了一声 便是失了兴趣 火狼又继续说气于两方 道 那秦伯红的妻子早产 生了一对双生子 倒是母子平安 不过这秦家 真的称得上是多灾多难了 郡王您说 那秦元山都坐在光路四清 这个位置今年了 这在位今年 也没出什么差池 可见半差谨慎 怎偏在今年大计 这样的大事上 出了这样低级的大错 若说秦元山刚上位 就闹出这大错 那就罢了 业务不熟吗 尚能理解 可她也不是第一回主持 而是 已经坐在这位置好几年了 还会出错 就很不对头吗 齐千道 不管是疏忽 还是被人陷害 这错落在她头上 也全是她的问题 圣上可不会想 她是否无辜 只会看结果 话际一出口 她就微微一正愣 想起秦流熙的话了 圣上若信你 有错也是无错 可若不信你 无错也是错 火狼说道 郡王 那这秦家还查 要属下说 他们这一屋子老弱妇孺 只怕也莫能力搞事 更别说 如今又得罪了赵家 只怕此后更麻烦 整理一下消息 回头我会如实上辙 齐千吩咐道 再嘱咐下去 稍微注意一下 和秦家来往的人 是 二人话音才落 应北就来饼 那赵同志找上门来了 说是得知 齐千来离城 便准备了酒菜 接风洗尘 请郡王赏光 齐千对蒙氏一派的人 无甚好感 便冷冷地拒绝 不见 顿了顿 又到 告诉他 城门出出入入的百姓太多 马车如若堵着 有爱通行 更易出事故 请他好生约束家人 这城门 可不是为他召架而开的 这是警告了 应北退了下去 赵同志听了转告的话 一脸猛逼 冷汗津津地回了府 匆匆喊来管家疑问 眼前顿时一黑 这小妖精 真是要命 他又赶往了自家夫人屋里 但先他那貌美的小姨子 正为屈巴巴地向夫人告状 看他来了 便站了起来 若柳福峰一般行礼 娇生娇气地说 姐夫回来了 若是患了往日 这娇生 自是让赵同志身心皆苏 可刚得了锐郡王的警告 又是在夫人这里 便故作矜持地恩了一声 姐夫 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小正是微微撅着嘴 撇了过来 万分委屈 我难得来探望您和姐姐 确实被人给冲撞和欺负了 大正是撇他一眼 这我没问 你先别说那个 你还没说怎么忽然就来了 难道又和姑爷吵架了 小正是目光躲闪 嘟着嘴道 我哪有 还不是想姐姐你们了 想来和姐姐说说话魔 谁知道 近程就遇到了那妻子见人 真是晦气 姐夫 您可一定要给我出口恶气 区区犯官家眷 竟还敢无视赵家 这是半点都不把您放在眼内呢 要是往日 赵同志说不准 一下就应下来了 可他刚得了齐签的警告 岂敢应下 便黑着脸道 可别说了 你在城门发作那一出 好叫贵人给拿捏我了 大正是顿时一惊 眼色一扫 屋里伺候的人都退了下去 盲问 老爷 这话是怎么说的 什么拿捏 还不是丽娘 赵同志看向小正是 神色也有几分狱卒 小正是 不是 明明是他受了委屈 姐夫怎还怪起他来了 瑞郡王 恰好今日来了离城 丽娘和那秦家人起的冲突 正好那会儿 叫瑞郡王他们遇着了 就刚才我想给他接风洗尘 连人都没见住 还敲打警告了一番 赵同志沉声说道 说离城的城门 不是为赵家开的 你们听听 这可是好话 小正是惊呼出声 瑞郡王 姐夫是说 宁王府的那个 他竟是来了离城 就跟在我马车身后 天哪 他这是错过什么神仙人物了 丽娘你闭嘴 大正是气得要命 白住脸问赵同志 老爷 该不会 瑞郡王因此记恨你了吧 这不至于吧 赵同志也有些忐忑 大正是 醋没道 不管如何 老爷还是小心行事好些 莫要太张扬 毕竟离城也是宁王封地管辖内 还有 这位郡王来离城是为何 老爷还得查一查呀 别是要抓咱们什么把柄 赵同志后背的寒毛竖了起来 道 我这就去找几个幕僚说话布置一下 小正是眼看着赵同志就这样要走 顿时猛逼 道 姐夫 那我怎么办 秦家人如我如私 就这样算了 大正是沉了脸 冷冷地扫过去 若不是你不知收敛 你姐夫也不会被瑞郡王盯上 你还敢抓着这点不放 是嫌你姐夫这官位坐得太稳了 小正是脖子一缩 娓娓区区地道 我这不是看那秦家指高气扬的 不给点教训 还以为自己能做到姐夫头上了 秦家一败 如今在离城的不过是些老弱妇孺 还能翻得出风浪 大正是哼了一声 要收拾他们以后 有的是时间 眼下肯定是得在瑞郡王眼皮下 安安愤愤的 赵同志也道 是啊 等瑞郡王走了 一切好说 只要官身还在 要出气 还不是上下嘴皮子一颗的事 反正秦家的老宅都在离城 在他眼皮下 可要是这官没了 那就什么 都完犊子了 是有份轻重 他是懂得的 小正是被两人一堵 心里不痛快 却也不敢说什么 只气呼呼地摔着帕子出去了 大正是摇头 这妹子 是被爹娘给宠坏了 一点都不知天高地厚 偏还说不得 老爷 你也快去安排吧 赵同志点头 快不离开镇屋 只是在通往书房的路上 他就被一只手给 拽到一层芭蕉树后 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丽娘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想吓死你姐夫我呀 姐夫 您真的舍得看着丽娘受委屈 小正是一脸的渲染玉气 柔软无骨的手 还勾着她的腰带 赵同志脑袋一闸 一时色令之昏 道 肯定不能啊 你等着 姐夫肯定给你出口恶气 小正是这才笑了 还冲她抛了个媚眼 心头得意不已 她就等着看那秦家太太 怎么痛哭流涕 还有那死丫头 哼 第145章 贵官的传信方式 真别致 清平官才打开 官门迎信众 便先迎来了两个贵人 齐千恭敬地 给祖师爷上了一炷香后 这才看向一旁 站着的中年道长 问道 清远道长 敢问赤元官主可在 清远拱手攻身行礼 温声回话 善人大善 也是不瞧 我们家官主云游去了 齐千又问 官主不在也无事 事实上 我们是来求医的 请道长为我等引荐不求大师 清远看向 依旧处立在祖师爷面前 窥然不动的玉长空 她的眼睛始终莫看过来 只是眼皮时不时抽搐一下 眼球庞扶不能定交 在想到她静电时 始终被一个小丝须掺着手臂 便知她是得了眼疾 不过相比眼疾 这人的面相 可真惨淡 出身虽显贵 却是父母双亡 还是横死那种 她周身更萦绕着 一股义正义邪的气 十分复杂 清远又扫一眼齐千的父母观 垂下眼帘 心里暗暗嘀咕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魔 眼瞎之人 无感言敏锐 似是察觉到清远的打量 玉长空转过头来 眉目浅淡又凉薄 道长 我们远道来 成心求一 还望引荐 前书上前 向清远拱手 满脸诚恳 道 若不求大师 能治好我家主子眼疾 我们愿给祖师爷素金身一座 清远眼睛一亮 素金身 他看向祖师爷 有种错觉他老人家的嘴都咧开了 瞧瞧 那香炉上的香都燃得要快些 可不是兴奋造的 他收回视线 清咳一声 道 浮身无量天尊 不求师 兄他正在修炼中 也不知何时出关 平道不敢替他擅自做主 善人们不妨现在客居休憩 平道浅性去问 齐千 他竟不在关中 是的 浅性太慢 不如清远道长告诉我们 他在何处 我亲自让人快马巨鹰 齐千说道 清远笑道 不慢的 他当场就抽了一张黄纸 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然后叠成了一只千纸鹤 嘴里银皱 手指掐绝 那纸鹤竟是扑腾一下洞了 绕着祖师爷的等身像 绕了一圈 在众目睽睽之下飞了出去 活 活了 四方目瞪口呆 姐姐把八地倒 主子 一只纸鹤活着飞了出去 天哪 这也太叫人震惊了 那明明是一张纸叠成的鹤 可那道长不知念了个什么咒 就这磨在他们眼皮下活了 还飞走了 齐千等人都感觉打开了震惊的大门 这也太玄乎了吧 清远看众人惊恶敬佩 心中有点得意 他这也是为了给官里吸纳信众 才显摆露这一首 未必是香火信仰啊 前书面露凛然 对清远拱手道 道长真是法术高深 这还不是官主 那这清平官主的道法 又是何等高深 还有那不求大师 他忽然多了几分希望 多年前 那叫慧云的得到高僧批公子的眼 即会在二十岁将近时会有转机 莫不是硬在这里 清远一脸谦虚地摇头 不过是个小法术罢了 我也学了许久才学到这一点 不像某个变态 天生就会的 乃至于他总被官主拧着耳朵骂 看看他 再看看你 学的是屎吗 呜呜呜 他能和变态比吗 不能啊 想起学术练功 被某变态碾压的那些年 清远都想拘一把心酸泪 这就行了吗 不求大师真能收到 且等着就是了 很快就会有回音的 清远含笑道 不如我们一步刻拘等 素精深啊 祖师爷也听到了 他不想动都不行 不然祖师爷可要生气了 秦流西一大早就打了几个喷嚏 慌得齐皇追着他给他家披风 又要给他服卖 别瞎忙 没着凉 秦流西摆摆手 忽似有所感 推开窗户 一只纸鹤落在窗帘上 他拿起来 展开 有人求医 许诺祖师爷 速精深 速来 这是清远的传信 速精深 大手笔 秦流西眼前 旁腐有一座金光闪闪的等身像 哎呦 眼球好疼 闪瞎的 让诚哥去背车 上道观 齐皇啊了一声 现在 嗯 现在 祖师爷该等极了 秦流西重新取了一张黄纸 剪了个小纸人 写了两个字 等着 小纸人剪得简单 头还剪了个扫把头 用笔点了两个眼珠 随后 他嘴里迎咒 修长的手指开始掐法绝 点在小纸人身上 那本是躺在桌子上的小纸人 瞬间就立了起来 两条手臂还向秦流西拱手作一 转了一个圈 去吧 秦流西弹了一下他的扫把头 小纸人蹦蹦跳跳的跳下桌子 一步三回头 出了门 很快消失 清平关 清源给七千鸡人端来了山茶和素点 介绍道 都是请得山下村庄的厨娘帮厨做的 味道还过得去 前叔问 桂冠好像道长并不多的样子 事实上 我们清平关是十年前才重新开门的 在这之前都荒废了 人魔 除了关主 就是不求师兄 然后我 还有两个小道童 以及一个在关里挂单解挂的老道 挂单道长 却是不多 我们也还招人呢 不过也有几个居士 只是寻常不在关里 原是如此 四方把茶和素点都放到玉长空跟前 道 公子 这包子做得不错 您也吃点 嗯 七千倒是颇有些心急 问道 不知不求大师何时会回信 想来也快了 清远笑着说 话音才落 他没烧一条 来了 众人顿时往空中看去 来了 哪里 没有那只喝的影子 刚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的玉长空 忽然一将 他的手往腿那边扫去 碰到什么 手一麻 又往后缩去 整个人都僵住了 什么鬼东西 众人看过去 动 四方手上的包子掉在了桌上 但见玉长空穿着黑色绸裤的腿上 有一个小指人正用双手扒着他的裤腿 哼唧唧唧地往上爬 那扫把头还一甩一甩的 爬得好辛苦呀 他还扫我下去 硬 不求师兄的回信 清远指着小指人笑着解释 前叔呵呵尬笑 擦了一下额上的汗 甘把巴递倒 这 桂冠的传信方式 可真别致 若是在这之前 有人告诉他指人是会动的 他肯定催他一脸 但现在 果然活得久了 什么都能见识到 第146章 先让不求掉戏一下 公子 他正往您的腰部爬上去呢 公子 他爬到您胸口上了 呀 他跳到您手臂了 公子 他 四方的尽叫声不停地在玉长空里响起 嗡嗡嗡的 吵得不行 呱噪 玉长空忍不住开口喝止 四方顿时闭上嘴 盯着那个小指人 小声道 小的也是想跟公子说一下 这小指人跟真的一样 可好玩了 前叔瞪他一眼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是在提醒公子 眼疾得痛吗 四方也意识到了 盲道 公子 小的不说就是了 您别恼 玉长空哼了一声 心下有些懊恼 这么多年 他早就养成了 玉石不经的功夫 也没是魔能让他 引起兴趣的 可现在知道 有一个用指简称的小指人 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可以想象他的神奇之处 却不能亲眼所见 玉长空十年来 头一次对自己的眼疾 有些欲足和恼恨 为何偏偏是他 手背上呼得凉凉的 玉长空低头 庞扶看见那只小指人 趴在手背上 用手勾住了他的手指 玉长空忍不住翻过手 小指人也跟着翻了过来 躺在他的手心上 四肢舒展 他忍不住扯了一下嘴角 又飞快地脸下 齐千盯着那小指人 肚子大刺刺地 写了等着两个字 看向清远 道 这小指人 怎就只在长空身上这碗 哪怕自己伸出手 他也没跳过来 清远抱着扶尘 道 善人不知不求 师兄喜欢美的事物 他好颜色 喜欢所有长得好看的东西 包括人和物 这小人 是他手下 剪出富与灵气的 姑母也是随了他的喜好 齐千看向玉长空的脸 所以 是因为他墨玉长空肠的好看吗 好肤浅的喜好 玉长空 忽然有点好奇 那是什么样的道长 是怎么回事 师叔来了 小道童在道院门口喊了一声 众人顿时看了过去 只见秦流希 一身素青衣袍 披着月白色 绣青竹雕属披风 背着手从外进 眉目浅淡 笑容 有些盛 是因为许诺了 给祖师爷 宿今生的缘故膜 诸位 师兄他来了 清远笑着说 齐千他们倒没识膜 可第一次献 秦流希的钱叔和四方 以及一直在一旁 当柱子的护卫大穷 看清秦流希那张脸时 君士一愣 道长 这是您 师兄 钱叔有些不敢置信 说是他儿子辈 也不畏过吧 还师兄 清远摸一下自己的脸 道 学门中人 不以年龄论长幼 而是以入门先后 师兄比我更先拜入师父门下 自然是师兄了 再说 师兄道法 也比我高深 众人 秦流希已是走了过来 看向齐千 道 锐郡王道挺闲 又见面了 齐千道 我来离城办事 顺便陪志友来求医 不求大师 前叔和四方 向秦流希拱手作医 虽然他年纪看起来这么小 可他有能耐啊 瞧那小指人 多精干 都从主子手上 呼拉着扑向秦流希了 秦流希双手撵着小指人 站到了玉长空跟前 看向他的脸和眼 目光忧深 观前花香至 端是玉人来 玉是长空 当真一副好颜色 来都来了 先让不求掉细一下 玉长空呼吸一致 视线放平 费力看去 似有光袭来 幻影流动 第147章 眼疾 他能治的 秦流希盯着玉长空的脸 看得不停 上上下下 还用手笔画着 弄得前叔等人都揣测不已 这不求大师诊治 是这样看着的吗 从前不见其他良衣是这样 都先问诊服脉 怎还看脸了 齐迁却是想到清远所说 莫名的心头发堵犯酸 道 秦大夫 长空的脸有什么吗 看这魔入迷 有的自然是美貌了 秦流希随口接上 齐迁 玉长空等人 清远咳了几声 难得有几分尴尬 看向秦流希 嘴角动了几下 素精深 秦流希笑道 长空公子这张脸 是真的好看 你要是拿一条 同一上色的布条 往眼睛上一颤 不是说笑 这天下的无数女子 都会为你尖叫的 听听 这是做大夫该说的 玉长空手指全躯 声音凉淡 你这是在吊戏我 一而再再而三的 实属忍无可忍吧 咦 这是吊戏 我说的事实啊 齐流希旁符莫听出 那语气里的薄怒 道 你这眼睛长期失明 固然还是清成 可若仔细看 你眼球已开始有些萎缩凹陷 眼瞼静巒 眼底充血 不经意地扫射 还会邪目 影响美观 所以 若是缠上不调 那就是绝世美颜了 众人听了 都看了过去 从前不曾注意 因为玉长空不喜他人 瞪视他的眼看 所以 也自动地不去细看 可现在看来 好像是这样呢 玉长空敏锐地感觉到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他的眼睛上 下意识地就想躲避 大师 那我家公子这眼 还能治愈吗 前书小心翼翼地问 玉长空别开眼 神色淡漠 藏在袖子下的手指 却微微蜷缩起来 心也略提着 是啊 长空他这眼疾 有十年之久了 十年啊 倒是有些长了 玉长空的心落了下来 自嘲一笑 果然不能欺 他站起来想要走 不过是因情质所伤 而得的青光眼疾 就被你们能拖上的十年 玉世是不想他好魔 都寻了什么医者看着 秦流西拿了一颗核桃仁 扔进嘴里嚼着 瞎十年 真可惜 众人一愣 玉长空更是转过身来 面向秦流西 道 你是什么意思 是说 他的眼疾因为拖延而治不好 还是说 他能治 大师 您是说 您能治好我家公子的眼疾 前叔激动地问 咔嚓咔嚓 秦流西大口地嚼着眼局核桃仁 道 青光眼而已 怎么不能治了 挺好治的 不好治的是心病 长空公子要是日夜被噩梦缠绕而无法入眠 不是我咒你 你迟早会猝死 众人 玉长空愣住 脑袋似有雷声乍响 嗡嗡的 不知外界都说什么 只于一句 挺好治的 他能治 他竟能治 还有他无法入眠 他竟知道 前叔和四方都已反应过来 颤声道 这 真能治 大师 你不是在说笑 齐千重重地一拍 玉长空的肩膀 敏着唇 强忍激动 能是能 秦流惜道 不过可不是一天就行了呀 还有 说好的 给我家祖师爷素精深 素 必须素 我这就让人准备 桂冠所有神像 我们都能素 前叔痛快地一击涨 比起他家公子的眼睛 银子算什么 第148章 不求说 信我 秦流惜说能治 前叔等人虽然激动 但平静下来后 还是仔细问他 这如何治 需要什么药材 是不是先望闻问切 清远见秦流惜 已经接下这病人 满脸喜色地 去给祖师爷上香 告知这消息 且等着 今生马上就有了 秦流惜直接用了一个客居做诊事 也没让齐千他们在旁打扰 只留了伺候的前叔和四方 他拿了药诊 让玉长空伸手出来 开始怯慢 不一会就摇头 肝胆火旺 肝肾应虚 玉长空 秦流惜换了一只手 摸着脉象 又道 又 脾胃也嘘寒 长空公子 你挺歪惜自己啊 还挺任性 前叔盲问 大师 这话怎么说 他多久莫睡一个整觉了 这肝火剩的 难道平日看大夫 莫给你开药方条理 肝火剩便罢了 连饮食都不定时定量 不均衡 瞧着一副好颜色 身体强壮 但是 外强中前 换句话说 就是营养辣枪头 这样的身体 再加上他失眠成症 他说他迟早猝死 也是莫说错的 玉肠空险先莫绷住 手攥成了拳头 四方便解释道 自得了眼疾厚 久治不愈 公子的胃口就不太好 睡眠也不好 说不吃就不吃了 尤其是最初那两年 都瘦得跟竹枝一样了 他们做下人的 又心疼他 也不敢勉强他 你这眼 基本就由情智所伤的 想来是和你父母 双亡有关 愤怒 悲伤 恐惧 欺情上涌 导致眼睛高度受强压 脉络失通 神水淤质 这才看不清东西了 如此 你还做见身体 嘖嘖 鸡人顿时大惊 这 这都能从整脉看出来 玉肠空浑身冷酷 沉默住 大 大师 这个 四方忌惮地 看了自家主子一眼 那是说不得的 公子 老奴健悦了 前书咬牙 看着情流稀道 大师也莫断错 我家老爷夫人 在公子十岁那年 遭人虐杀 公子亲眼所见导致晕厥 再醒来 就得了这眼疾 玉肠空闭上眼睛 脖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庞扶回到了那个夜晚 惨叫声冲出 破耳膜 血水 浮住了眼睛 一片心红 从此后 她的世界 一片血黑色 再无光 出得十 其实 只要你能调动 平和这情绪 再服以真次药物 很快就能复原 倒不至于 瞎上十年 更不至于 把好好的身体 拖成这样 秦流稀道 不过 你当年年纪小 又失父母 悲伤难以自持 也是情有所缘 你说 我这眼疾从一开始 就能治好 郁长空的声音 凉薄 秦流稀说道 对啊 七情所伤导致的 清光眼 配一针灸药物 按摩 很快就能痊愈 不过前提 是你自己 也得配合 比如 你打从心里 就不想再看到这事件 看到那些 你不愿看的 那是什么神药 都难救了 郁长空心头一震 秦流稀对她的脉象 有了数 收回浮脉的手 又重新进手 站起靠近她 手也靠过去 郁长空凭着感官 往后一仰 颇有些警惕和戒备 别慌 我只是 给你检查一下眼眸 郁长空这才坐直了 感受住对方靠近 浮身 鼻息旁腐也静了 而一股子药香传过来 药香中 还加住一股 若有四无的形象 郁长空微微一正 怎么会 一双温良的手 落在眼皮上 郁长空身子一僵 半点不敢动弹 她感觉眼皮被掀开 对方的气息更静了 瞳孔散大 眼球将长 还真是不睡觉 就睁着眼啊 秦流稀松开手 眼睛本来就不好 你还不让她休息 是嫌她不够瞎呢 前叔和四方讹上冒汗 忍不住插嘴道 大师 公子她睡不安 也睡不长 总座 前叔 郁长空不愿把脆弱 入于人前 看出来了 严重失眠症 入睡也难 睡下了 被噩梦所困 秦流稀淡淡地道 可是 人却是需要睡眠的 金铁一般的人 缺乏睡眠 也扛不住 奇怪了 你们一个个的 粉都睡不好 老王妃是一个 她也是一个 郁长空问 大师就没有被噩梦所困过 噩梦又未眼梦 眼入梦所致 我堂堂道是 她赶来我敬她 是个厉害的 秦流稀笑眯眯的 郁长空 一眼 我是个扎眼行了吧 秦流稀又道 你这眼睫 我会为你每日 以针刺和按摩 再服以药物 降眼压治疗 所需时日有些长 多长 前书立即问 看她恢复如何 不抄一寻 一寻就可以 前书惊叫 这是睁眼说大话 还是她就有这本事 长空公子配合的话 一寻也不用 秦流稀道 所以这首要 长空公子 还得让你的眼睛 得到休憩 包括你的五脏 也需排毒 所以 我给你试真推拿 你睡意觉如何 郁长空道 你也说了 我极难入睡 在我这里 没有这样的问题 躺下吧 郁长空迟疑了一下 点了点头 四方立即服侍自家公子 在客居的简易床榻 仰卧躺下 转过身 看见秦流稀 取了银针走来 长空公子 我为你取学针呲了 好 郁长空闭上眼睛 秦流稀伸手在 她的风驰穴位 揉了揉 朝着鼻尖方向 以非针斜刺 看对方身子一抖 倒 别怕 她说话的同时 又在内交 神门 西门 三阴交等数个学位 君取双 侧下了针 大师这非针好快 前书一直在一旁守着 她也是有武功在身的 却都看不到那真影 只是一阵残疑 针就已经落下了 取这些穴 可使你掉离腐脏气血 平衡阴阳 安神定制 秦流稀把针提叉碾转 得气后留针 转过身 又取了一支安眠箱 递给四方点上 一刻钟后 她取了针 暗揉了一下针刺的穴位 又用双手 以食指指腹 轻轻暗揉 双眼周围的太阳穴 阳白穴 脚酸穴 力度或轻或重 与此同时 一段古朴的经文 从她嘴里迎出 仿若从天际传来 玉长空只觉得 鼻尖充斥着 好闻的药香和心香 耳边有人 在温声浅语 她的眼皮 渐渐有些沉重 一时模糊 不 不能睡 她剧烈一抖 眼皮抖动 想要睁开眼 别怕 梦里什么都没有 信我 耳里忽然传进一句话 玉长空一时一散 坠入酣睡中去 第149章 再活一回 秦流溪走出客居 献七千等在外头 没烧一条 郡王和长空公子 倒是知交好友 是担忧我治不好他 还特意在这等着 齐千拱了拱手 倒 我与长空 确实自小相识 他眼睛若没有出事 他本该是 遇事最精彩绝艳的那个人 嗯 天度英才 我明白 齐千一枪 看向屋内 问 他如今怎么了 睡下了 治眼疾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事的 得要一个过程 此后 我会每日前去他住处 做针刺治疗 秦流溪做了个医 道 如此 先失赔了 慢着 齐千拦住他 道 那今天这就完事了 完了呀 他这一决 恐怕得睡到明日 所以 郡王也别在这等了 明日 眼下才刚进午时 耐睡这么久 秦流溪说道 他是严重缺乏睡眠的人 睡至明日 算是短了 你刚说 每日去他住处诊治 是不打算在道观里治了 天冷了 山上道观也冷 我体弱 受不得寒 秦流溪道 他既然也住在城里 那么 在城里诊治也方便 齐千又问 那不知秦大夫住在何处 我派人去接你 秦流溪定定地看着他 齐千被看得脸上一疼 怎么 郡王是单纯地 为了预长空来接我会诊 还是想知我到底 住在何处 秦流溪脸上带了几分银鱼 齐千有些别扭 抬着下巴说道 自然是为了长空了 万一秦大夫半途撂挑子说 不治了怎么办 既然接下病人 又怎会中途撂挑子 这不是违背医德 这样 我若替他治好了 郡王这个好友 就还我一个人情如何 好 齐千话一出口 就有些傲懊 张口欲言又止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若没有其他事 我就不打扰郡王赏景了 那个 我祖母让我带他 多谢你给他回礼 那只木簪 他即是喜欢 如今也日夜憋着 齐千说道 我也瞧了 那雕工 可比我那块腹牌精细多了 这酸溜溜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倒也不必险 不过是一礼还一礼 老王妃娘娘 喜欢就好 至于雕工 送给老人家的东西 肯定得用心弦 秦流溪倾笑 我看郡王印堂 红蓝心动 想来不日 也会有美眷家人 为你做精细的物件 齐千正愣 红 红蓝心动 他的唇抿了起来 再回过神时 一见秦流溪 走出视线之外 背着他挥了挥手 齐千站在原地 有几分狱卒 狱长空一时醒来的时候 一时有些茫然 他在哪 鼻尖处 是淡淡的药香味 有宋经声 从屋外不远处传来 四方 四方靠在床尾 搂着薄背 睡得正香 乍一听主子的传唤 一个机灵弹跳起来 满脸喜色地问 公子 您醒了 郁长空坐起身 道 我睡着了 睡多久了 他怎么一点感觉 都没有 想必也不常骂 四方看一眼 屋内的落湖 道 公子 您睡了有一天一夜了 如今 是第二日卯时出了 郁长空一正 一日卯时出 他竟是睡了这么久 还没做梦 这不求大师太神了 竟真叫您睡了这么久 您也没有从梦中惊醒 一夜好眠 公子 郁长空回过神 听着小丝哽咽压抑的哭声 有些哭笑不得 你哭什么 奴才就是觉得难得 太难得了 公子多久末 这么安睡了 还不会掩着 奴才这是激动的 四方又哭又笑 擦了一把眼角 他决定了 从此不求大师 就是他亲爹 郁长空站了起来 伸展四肢 眼前依旧一片黑暗 可他却是十年来 头一次感到身体的轻松 和富有精力 对方也不过是 针灸按摩和念经 从前也不是没有梁医 给他针刺过 却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信我 梦里什么都没有 郁长空忽然想起 一时溃散时 对方说的这句话 确实 梦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过往 那入梦就会看到的星红 没有惨叫声 没有那入木猙獰的画面 郁长空问 不求大师何在 哦 大师昨日就说了 道观苦寒 公子醒来后 就可以下山回府 他会亲自到府中 为公子诊治 直至公子痊愈 四方上前 给他整理衣物 道 前叔已是去厨房要摘食 用过早上后 我们就下山了 嗯 前叔此时 也从道观厨房回来 手上是几叠素包 几碗清粥 剑狱长空醒了 也是分外激动 把秦流熙给吹得天上有 地下无 言语里全是感激之情 哪怕秦流熙没法把公子的眼疾治好 可光是能让他睡得安稳 暗也是极好的 那不求大师看起来年纪如此的小 医术竟有如此造诣 公子 老奴感觉这次当真与从前的大夫名义不同 前叔激动地说 兴许您的眼睛真能治好呢 郁长空咬了一口素包咽下 道 前叔 我循了不求大师置眼疾的消息 封锁好了 莫要外转 前叔和四方均是愣住了 公子的意思是 不想让别人知晓 那组长那边 郁长空点头 也瞒着 公子 遇事不是从前的遇事了 郁长空冷漠地说了一句 这是我爹在生的时候就说了的 他被世人架得太高 以至于有些人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以为遇事是天上的神 我爹怕是看出了他那里的腐朽 想要逃离 言之是不是因为这样 才以那样的方式抹杀掉 神是不会轻易让人挣脱智骨的 前叔一领 道 公子 难道您怀疑足 瞎了十年 道更能 看 亲身边的人 郁长空雨带讥讽 道 我总是要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以告父母的在天之灵的 而我眼睛一如既往 也能避开一些麻烦 前叔欣慰地点头 道 公子 能这么想就好了 四方也开了一下眼角 他家公子 总算要活过来了 而非往日那般死气沉沉的 郁长空摸到周晚 端起一饮而尽 目光放空 如果这也能再显光 那就 再活一回 第150章 向柯玉长空的言 公子 不求大师来了 前叔亲自把秦流熙迎进屋内 玉长空站在屋中 顺着要相位的方向向秦流熙拱手作一 大师 秦流熙看他变位如此精准 便道 眼睛不变的人 除眼外其余无感 更为灵敏 这话倒不像是虚的 长空公子变位很势正 是靠听力变位 还有味觉 郁长空诞声说道 大师身上带着要香味 其实除了要香 还有属于女子的心香 只是他眼睛不变 并不敢多做揣测 秦流熙抬手秀了秀自己 爷于道 亏的是要香 若是其他味 道叫长空公子见笑了 四方已是上了茶 双手承递给秦流熙 道 大师 您可太厉害了 惊您是真 我家公子果真从昨日 睡至今日 大师年岁该没到双十吧 医术竟如此精湛 玉长空轻斥 四方 莫要无礼 道家三不问 不问年灵俗是机关 四方听了 连忙向秦流熙拱手做长衣 是四方冒犯 不懂这些道理 请大师莫要见怪 前书也忙到 我们世俗中人 也不太了解这些 得罪了 秦流熙摆摆手 不知者不醉 也不必如此小心翼翼 道是长空公子 竟也知这三不问 卫瞎之前 长空也算是博览群书 跟随父母在外游历时 亦浅浅了解过一些道家道疑 玉长空解释道 好看的人还满身才华 确实招人度 秦流熙笑了出来 玉长空 秦流熙道 长空公子看来睡得不错 那就开始诊治 劳烦大师 玉长空坐了下来 秦流熙先坐下来 取了纸笔 先行开方 一边道 前面说道 我会给长空公子 针刺按摩和药物治疗 这要分外父和内父 均是对降眼压其作用的 敢问大师 这眼压是 前书他们 也是陪着玉长空多年 从前的大夫诊治时 他们都在场 却没听过什么眼压 秦流熙说道 这魔说吧 一个鱼炮 本是软塌的 往里充气 那气压逐渐大了 可是会膨胀 这眼睛 也可以这般理解 受到的压力太高了 便导致眼球肿胀模糊 如由秦智所伤的 怒急攻心 秦智过激 则会影响气机运行 气腻上涌 则神水淤质 导致视力急剧下降 长空公子这眼疾 便是悲伤过激而起 属于突发急症 要是当时 你可以调合情绪 再服以药物 针刺治疗 慢慢地就会恢复了 可你并没有 你甚至潜意识里 不想再看到 这个残酷的世界了 人生病 若没有一个乐观向上的心 很难和病魔对抗 你从心理上催眠自己 不愿再见光 那又怎么能好 欲长空心投微呀 他竟都说准了 您是说 如果当年公子 能够平和这气情 就能好了 自然也得遇上良衣 秦刘夕挑眉说道 若遇上不想让他重见光明的 那再平和 也是难好的 除了欲长空 钱叔和四方 均是脸色一变 秦刘夕已不看他们的脸色 只埋头写金方 道 这金方 外敷的是一将眼压明目 内敷的同样有此功效 也调理五脏 使精血上升 平衡阴阳 他下笔很快 先写好了外敷的递过去 钱叔接过一看 里面均是一些常见的药材 当归福林牛邦子女 真子等 秦刘夕又写了一张金方递过去 外敷睡前敷衍 这是书干明目汤 早晚喝一记即可 羚羊嚼粉五钱 悬身三钱 福林三钱 车钱子三钱 大黄 钱叔喃喃念着 抬头问 这药材都不贵呢 效用是可以的 秦刘夕看过来 笑道 药材是不贵 低眼液却是极贵 你们药 明日我可带来 低眼液是何物 自然是治疗长空公子 眼疾的药水 炮制过程极为繁琐和复杂 所以价格也贵 原本我是想不开这方的 毕竟那玩意要提炼啊 好累人的 钱叔立即道 只要有效的 再贵的都可以 大师给开吧 行 秦刘夕对陈皮道 陈皮 你陪这钱大叔出去 告诉他该准备何物外敷 如何熬汤汁 是 钱叔带着陈皮走了出去 秦刘夕则是对于长空道 那我们开始侦次了 玉长空 有劳 秦刘夕让他躺下 打开羊皮针包 里面是一排荧光闪闪的银针 道 长空公子 可闭上眼睛 一会 我会以眼周局部取学位主 主要为精明 太阳 风池 太冲等几个学位 我下针稳准 你不必慌 好 秦刘夕先行消毒 取了豪针 道 那来了 他先在精明飞针下子 捏着针柔碾 问 可感到酸胀 嗯 眼周都是敏感的 可有了昨日的治疗 玉长空队 他竟是多了许多信任 没有半点躲闪和惊慌 秦刘夕看他如此配合 又飞快地在球后 风池等学位下针 带得主要学位都下了 他又坐到了他的头后 指负轻柔按压着他的头部 玉长空手指微微全躯 把自己放轻松了 问 这次 不用像昨日那般唱精 你想听 可以 可以是可以 就是累 玉长空独时觉得自己未难忍了 便要说抱歉 可头顶又传来他的声音 罢了 我这人 就不忍惧绝长的好看的人 就念一段你听吧 玉长空 秦刘夕念了一段太上老君清净心惊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玉长空思绪放空 沉浸在经文里面 连对方何时起针也不知 只是在他按摩眼球时 回过神来 秦刘夕的按摩手法 很讲究 力度更是恰到好处 从眼球到清明学 一个流程下来 陈皮他们 已是带着师父的物件回来 进了药汁的棉帕 拧至半前 敷在了玉长空的眼睛上 每次师父像这样敷上一刻钟 此外 这些日 避免用眼伤眼球 公子还是缠上不调吧 秦刘夕道 玉长空不知怎定 却想起了她的话 双眼缠上不调 她就是那盛世美颜 她不会是故意要刻她这眼吧 秦刘夕 可猜太对了 可猜太对了 如果你认为我 她就会直到 说